而在高雄南只有一間物林超過了50年的老透天措 這個房仲為了要賣屋 因此呢 他在這個賣屋的文案上面寫說 其實這一間是比悲傷更悲傷的凶宅 而且開價是398萬元 果然呢 這個吸睛的標題 讓他短短幾個小時之內是湧入了200多則留言 不過其實大部分主要啊 都很好奇說到底背後是有什麼樣悲傷的故事呢 原來啊 住在這邊的老榮民 因為酒病產生的關係 又發現了陸配紅杏出牆 這才會選擇親生 雖然故事很感人 不過呢 房仲對於能不能夠成功賣出 通通不看好 瞎展向道理這棟老透天措 屋林已經超過50年 還因為之前屋主一位老榮民 在院子親生成為凶宅 最近卻在網路上變成話題 房仲在社團PO文 寫說我有一間比悲傷更悲傷的凶宅 在男子幼昌398萬 在進大門的門口親生的 聽完故事其實蠻悲傷的 所以不要害怕 害怕的話旁邊有妙保佑 也有我陪同一起去賞屋 短短幾小時內吸引200多位網友留言 大部分都是想知道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也有網友回應一樓的牆面 瓷磚跟電燈很好看 還有味道很適合當作咖啡廳 還有網友覺得跟電影懷孕的場景似乘相似 其實房仲所謂悲傷的故事是因為老榮民之所以惠青生 嗜酒病缠身卻發現陸沛洪信出牆對他置之不理 事實上這間老宅的上任屋主去年四月份才以225萬買入 一年多後要以近400萬的價格賣出 房仲認為要成交難度很高 老透天錯求壽 房仲打出比悲傷更悲傷的凶宅成功製造話題 但凶宅加上還必須準備翻修的大幣款項 要遇上有緣人恐怕不簡單 記者留言發高雄報導 記者留言發高雄